强往还是守住直线? 双打比赛中,你在往前的时候,如何判断对方底线球员是打直线还是斜线,从而决定是否强往呢?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。 视频里的底线球员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直线穿越。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,那场底线机球和外场底线机球。 如果球在底线中间点和你的身体之间是那场底线机球,这个时候更容易打出直线。 如果球在底线中间点与身体的另外一侧,就是外场底线机球。 外场底线机球更容易打出斜线过往的球来,这与正反手无关。 而是根据球,身体和底线中间点位置关系来判断的。 视频里我们看到,往前球员虽然没有动,但是他显然没有想到对方底线要打他的直线,他很可能正在想要强往扑对方的斜线过往球。 但是,这是一个那场底线机球,对方底线球员更容易打出直线来。 他应该更坚决地守住直线才对。 即便对方打斜线过往,没有关系。 几方底线球员仍旧可以把球打回去。 根据内场底线机球和外场底线机球的原则来判断对方机球方向。 对于业余球友来说,尤其是3.5以下的球友来说,大部分时候都会是正确的选择。 这是西郊费德乐,欢迎收藏关注。 西郊费德乐